成功不是随随便便的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去谈的是什么 我们会如何可以为Ko去创造价值 创造价值方面我们可以从哪方面 第一,如何让Ko感受到吃我们的食物是安心的 第二,如何吃得方便 这个真的很重要,方便 为什么呢,可能等下下面还会再谈到 因为今天我想告诉大家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今天在怎么说呢 在你餐厅卖的好的食物,答应好的食物 不一定在delivery做的好的 你要永远记得这一个 很多老板以为他答应好吃的时候 delivery一定反应很好,不一定 为什么,思考一下 想一下,为什么 因为今天客户买delivery 他要的是什么,方便 今天可能在我们店里面吃的这食物 打包回去,不一定方便吃哦 因为可能他打包回去,他是在office里面 他可能在外面 他要的是快,他要的是方便 他要是可以拿着吃 所以很多时候呢,可能如果你是卖面食的话 你会发现到你的delivery的食物 反应没有那么好 所以你可能要调一点战略 delivery,我已经问了我们这几家的这些本地的公司 他里面有好几家他告诉我 其实最好卖的是什么 各位你要不要知道答案 饭盒 饭盒很重要 所以各位老板 你的饭盒 你有没有准备饭盒 而且是那种bento 一个饭里面很多书 让大家看起来很丰富的 你不要把饭全部丢在一起 那叫炸菜饭 你是卖不起价钱的 你要把食物做得漂亮漂亮 顾客看的心情很好 对不对,心情吃得也很开心 不好吃东西也变好吃 如果他吃了开心 你就会有second 这个所谓的second 我们叫做什么 客户再重复回来 对不对 所以我们这些都要去经营的 而且在这关键时刻呢 是否我们可以提供客户一些 免费的这个外送不收费 我觉得这很关键 其实也可以给大家参考 在槟城跟吉隆坡 delivery这家公司 我觉得很特别 有机会你可以加入这个平台 为什么呢 他跟Touch and Go E-Warrant合作 Touch and Go 大家知道吗 Touch and Go E-Warrant合作 就是你order食物 谁帮你付费 Touch and Go 帮你付费 哇好不好 太棒了 所以各位有机会的话 你也可以马上加入这个平台 delivery 做得非常好 那所以意思是说 我该问他老板 我说一块钱的餐厅 一食物你也送吗 不是要delivery 他说不需要 一块钱也送 当然好像我们在吉隆坡的 Running Man 在Johar的Guard Eat 其实他们收费也很便宜 从一块钱三块钱到五块钱 都是很便宜的 也是在没有负担的 坦白说他们Rider都是 冒着生命危险 冒着晒太阳淋雨 我觉得这个钱是值得去付的 我们赚钱 我们也应该去帮助人家赚更多钱 对不对 我们吃人家给我们方便 我觉得付费是很合理的 OK 所以这一些就是今天 第一个我们要讲的就是我们的 关键竞争力 不一定是价钱 而是品牌力 跟我们可以为我们 Code带来什么价值 有没有收获 OK 那我们今天这样谈 也谈了几近40分钟了 要不要继续 还是要留明天 还有很多 还有救命稻草 我们的误区 12345 要今天谈完还是明天 留言一下 我看一下大家的留言 是想要今晚还是明晚 我相信很多人都想要今晚 为什么 因为什么 因为什么 先学就可以先用就可以先赚钱 对不对 OK 来 所以什么叫救命稻草 我觉得今天 你这个平台呢 从可能很多老板过去看不起的 或者看不起眼的 这个已经变成今天大家的这个救命恩人了 赞同吗 所以我们要给我们的这些平台 尤其是我们本地的五家非常著名的这些平台 我们要给他这个最热烈的掌声 因为我们这些老板真的是不简单 因为很多他们的企业都是很压力的 他们动用很多的资源为了服务大家 但是可能他们今天投入的时间 投入的资金都还没拿回 所以我觉得我们做产业的我们要全力支持他们 我们要达到的是一个共赢 对不对 如果他们没有维持下去的话 没办法维持 那今天我们也没有这个 我们的所谓的最后一根稻草 叫救命稻草 所以今天我们这里要谈的是什么呢 我们要看的就是很多时候 为什么你觉得过去你觉得外卖没有价值 其实很多时候可能你只看到表面 你只感受到受益是外卖的表面 其实就该我讲的 你要从如何从online 外卖的平台带去offline很重要 online带去offline 所以整个系统如果你可以连接起来 我告诉你 你肯定是受惠无穷的 你不要小看这外卖 昨天我在阿渡 我们一个学员他说 老师我平时一个外卖一天可以接近四位数 各位他卖的也是面汤 或者干面或者是炒面 一天从外卖的生意可以增加 假设一千块各位好不好 很多人的餐厅代应都没有一千块 是不是 如果从外卖可以为你多赚一千块好吗 当然很好啊 为什么你没有别人可以做到呢 你要去思考 包括等下我们谈的这些关键 包括如果有机会的话 你要这个整个工具箱 要不要等下可以免费发给大家这工具箱 你可以拿回去一个一个看去检讨 这工具箱我告诉你市场找不到的 因为没有人懂得做也没有人懂得去分析 这个是我们的整个Rise的崛起的 这个团队我们的永逸老师 花了很多的时间去整理出来的 所以要感谢永逸老师 里面很多人都可能认识永逸老师 对不对 这是永逸老师去帮大家去整理的一份资料 OK 所以 我们其实 今天我们要谈的就是说 我们要如何把这个网在这个internet online上面或者是外卖的平台 把这生意拉到我们线下来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不是今天要做 其实是早早要做了的 但是你过去没有做的话 就从这个时候开始 而不是等疫情后了 我觉得你这个时候可以开始的话 我们就是也要为疫情后做准备 为什么各位 你不要有疫情后你的生意会暴增 这个关键时刻 谁把客户关心好的话 谁就赢得客户的心 谁赢得客户的心的话 疫情过后 客户